金融股的股价跟配息稳定 深受投资朋友们的喜爱 不过投资朋友们会不会好奇说 投资金融股是不是就万无一丝 没有风险呢 今天金融股存股达人大侠吴灵 就来告诉我们说 投资金融股的限期有哪一些 喜欢大侠谈投资 投资还什么 赶快先帮我们按订阅喔 大家好我是Sharon 嗨我是大侠 大侠金融股是台湾投资朋友 我心目中的存股第一名 视频上看到的文章 跟YouTube影片都是讲说 金融股有多好多好多棒 都是优点很少提到风险 虽然是好奇说 纯金融股真的就是 这么万无一丝 完全都没有任何风险吗 其实还蛮多风险的啦 其实我觉得 最最最大的风险 就是还没退休 就急着想要现金流 要知道上半组这个税率 跟这个资本利得成长 也是需要顾及的 就是我们的税率跟资本利得 再来第二个风险就是 很喜欢玩这个初期前卖出 初期后卖回 就是他们很常被打空 就喜欢玩价差的概念 对 喜欢玩价差嘛 那你是长期投资 你就做好长期投资 那你是短期价差 你就做短期价差的策略 可是很多人呢 用技术线进场 结果用基本面做长期持有 也就是说你到底是 长期投资和短期价差 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其实第二风险就是在这边啦 像是今年的 合库金跟赵公金 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嘛 因为他们除息后 只有一瞬间低点就拉回啦 如果你是玩这个短期 这个初全息 金融出售价差 很容易被市场打空 对 而且买不回来当初的价格了 对啊 如果你买回来当初一样的张数 你会被营业人通知 欸 你要补钱啦 这就是你最大的风险 你明明就要长期持有 长期持有就是我们企业体质成长嘛 我们张数多 我们分红也都多 啊你明明就要长期持有 结果一搞 你的现金有减少 而且你的张数还减少 那其实你就在做短期价差 做短期价差没有关系 你就去做 那你要做长期投资 就去做长期投资 我们就专心的做 你会的策略就可以啦 所以我们投资前就必须要先把自己的策略想清楚 到底是要完长还是要完短 对 然后再来的风险就是说 我们看到殖利率高 并不代表它报酬率高 它可能一年涨3块钱 它配你3块 那还不是一样 所以不要单看殖利率 那还有不熟就单压 那我们要知道殖利率为什么不是重点 你殖利率如果越来越高 代表说它可能 企业体质正在下滑 然后股价在下滑 你会买 搞不好你会买到本金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金控的一个体质啦 因为它股价下滑 你会让你这个投资者误以为这个殖利率越来越高 然后你就重压嘛 可能百万千万 然后最后导致你这个本金血本无归 它可能给你5% 结果给你跌10% 你这个叫殖利率高吗 我们还是要看整体的市值成长 所以这回到说还是要熟悉它的股性 熟悉股性的话才有办法知道说 它这个真的是遇到灾难 所以我们要经常捡便宜 不熟的话就变成真的灾难 对 没错 就叫熟悉股性 就算是纯金融股有这些风险的话 大家还是会推荐我们 就是可以长期投资金融股吗 新手进场练功非常简单 我非常常听到 像前日的很多人就说 金融股有风险 金融股高点 结果他自己买去 跑去买高点的宏达电 钢铁王航海王 这样叫做没有风险 这叫更多风险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分散风险的方式就是 同时买 长荣 洋民 万海 这个叫分散风险 那其实对于这个股票新手而言 金融股是非常好练功的一个股票 尤其是纯配现金的关股金控 它的合理价格非常好推算 然后再来就是定期定额 它的获利稳定 其实投资金融股非常非常的轻松 你只要看到 看到他今年的获利 有超过去年的金控股 或者金融股 你只要做定期定额 或者是不定期不定额 长时间下来都能够获得不错的报酬 那今年好的就是 国财富邦中心元大赵丰永丰合库等 我讲这些我都自己有做定期定额 那如果你做这个投资个股 你觉得你有担忧 或是你很懒得看个股 那其实你可以选相关的ETF 像是00878元大台湾金融 00701 0056 005 00608都可以 其实有蛮多ETF 他们都是有在投资金融股的 所以就不熟悉股心的话 就投资ETF 大侠常常在讲的 不过大侠你不是有名的赵丰金王 你刚刚讲的那几档 金融股也很多档耶 对啊 我就是看到有获利的话 我就买嘛 我就做定期定额 那我也只是拿赵丰金出来讲 讲这个投资的刑法 因为赵丰金他关武清控 而且他的筹码稳定 股东也都是长期做持有的 而且你看他存配现金 他的ETF非常好算 非常好算 就是他合理推算出 他的合理的一个股价 那怎么推呢 就是用他的一个股息去反推 如果你之前投资金融股 那你拿到股息的时候呢 在你还花用不到之前呢 你可以再回买 我们将这个股息拿回去 持续回买产生复利 而复利明年 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股息回买 所以现在不能够说 大侠武林是赵丰金王 其实你是金融股王耶 我不敢说王 所以下次我们来做一个金融股王 跟生活股PK 你觉得怎么样 哈哈哈哈 所以大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股息我们可以拿回来再投资 而不是傻傻的 就是把它拿来做花用 所以不要误会大侠 只是把股息拿来做花用而已 不过大侠金融股算是 低风险高报酬的产业吗 不一定耶 不能讲说它低风险高风险这样子 其实我想说这个风险 跟产业 这个其实无关啦 跟投资心理比较有关 像是我们讲台积电 台积电是台湾户国神山 偏偏有人可以把它买到亏损 679重压 结果卖在550 那我们讲说有些腰股 那有些腰股偏偏有人就可以把它买到获利 那其实跟什么风险跟什么无关 跟投资人心理有关 像去年26块招风金 当年24块我分享招风金 17块钱的时候我也在讲元大金 我老朋友买 都是在低档 但是当时敢不敢买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当时很恐慌嘛 结果可能他不恐慌的时候 市场又涨回来了 可是大侠投资朋友都会担心说 金融股因为他们主要是以放贷为主 如果不小心产生个呆账的话 呆账金有不得了会影响到他们的获利 获利就影响到股价 那会赔钱怎么办 稍微讲一下 呆账该怎么去处理 像那个呆账处理方式不是直接的提列 像如果他今年呆账影响5亿 他不是直接会影响到5亿 而是去影响到这个放贷的余额 所以呆账真的就还好啦 所以我们比较关键是在银行的这个获利品质 是否能稳健上升 像我们的银行法72-2条 他是做多少的不动产这个放款 就要吸收多少的存款 也就是说会影响到的是放贷的利差收入 而不是真的少的那些资金 所以像最近新闻就提到说 政府要对于某一些银行提出现代利 就对这些银行来讲其实影响不大 可以这样说吗 银行它不是无上限的放贷不动产 它是有比例的上限 所以受影响的话 它就是当然能放贷的比例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其实一般投资人 也不用担心到那么多对不对 一般人担心 你只要担心口袋勾不够钱就好 像租北房间要不是涨到多少 那很多人就要拿现金去买 就是你可能要去领光ATN的钱吧 所以你看ATN常常都要补操 因为操派都被人家 都已经玩完了 所以像大侠书里面常讲的 我们小股东散户 其实不用担心这一些什么现代令 或者是一些政府管制措施所带来的影响 因为我们小股东只要好好的看着我们的钱 做好定期定额 不定期不定的投资就好了 基本上我国的金控业 尤其是关股金控法规之言 真的没有像国外这种 什么雷曼兄弟 以投资为主的银行 所以发生倒地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是我国特许的产业 如果你担心赵光金和股金到了 那我看到时候新台币也泡沫化了 而且你投资这个金控股 我们也不能纯看这个负债就认定不好 这是要看产业的特性 像是中租啊 育融啊 这种行业负债比长期都是高达80%以上 他们就靠负债赚钱 你看金融股随便就95% 那金融业跟一般公司其实不同 它本来就是高负债 那所有客户存款都是负债 如果高负债比你就不投资 那事实上就没有巴菲特了 别忘记 美国银行 美国什么运同 都是巴菲特数十年的基本持股 就是高负债的这些金融股 而且巴菲特当时会投资这些保险公司 或是银行股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是因为他其实不太需要本金 因为本金就是这些投资人的钱 他拿投资人的钱再去投资 对 多开心 谢谢大家分享 投资朋友们 你有没有存金融股呢 有的话是哪一档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投资还是什么 想要看更多的大侠谈投资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下面小铃铛 要记得按全部开启 才说到我们这期影片喜酒 拜拜